講到這個成績計算 您看到 第一個就是當然我們這個成績的步伐 如果你有作業 那它最後有一個成績的比重 有一個成績比重 這個作業大概占多少分數 那你有做了這個設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 我們數位學習平台的左手邊成績計算這裡 像我現在整共有五個作業 可是因為我的其中成績我是前面四個作業為主 所以我在這邊 老師可以看到這裡 我已經把這個比重有設定好了 那我第五個 我後面的我就先暫時不做 就不做 那它就是在這樣子 它每個成績這邊就看得很清楚 如果沒有平分完了 那平分完了之後 右手邊這個就是會自動平均 所以我現在是其中成績 所以就四個就數一次就剛剛好 就剛剛好 那我們的成績就可以從這邊看到 就可以從這邊 那下面這裡 它還有一個就是因為畢竟我們現在成績輸入是在另外一個系統裡面 所以我們從這裡有一個叫做匯出的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匯出成Excel 那老師要做排序什麼也比較方便 不過這裡有一個小缺點 之前有跟廠商建議過 但是我不知道關於學校後面整合的情形如何 就是我們的課程裡面一定有些同學 如果都是同班的 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就在那個 同學排名就在那個順序來 但是有些會有選修或研修的 他可能就是那個不一樣的學號 那這樣的話會大成一個進行 我們在另外一個程序輸入序裡面 選修的環學是排在後面 可是我們特別就是排在前面 所以譬如說老師你再輸入序要特別輸入一下 不然兩邊沒辦法直接匯進去 所以匯進去會爛掉 所以這個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個是可能他後續會在這改進的地方 可是至少有匯出Excel總是我們可以自己排 就相對來說應該是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的話呢 我在補算是要跟我們教育的那一塊 老師如果發現哪個同學 教育的作業有問題的話 您可以叫他退回重寫 他可以退回重寫 那他們應該會說到沒有 所以我在這邊就會看到就是有那個退回去的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這平晚 有這個就是退回重寫的 那這裡還有衛交名單 你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催修的動作 叫快點教 有一個退縮的 所以其實也蠻方便的 那 但是一個前提還是一樣 同學的意念要對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都是畢節課 一定要要求同學 一定要把信箱先設定正確 不然我們要做什麼通知都找不到的 還會比較麻煩 好 那這是在成績部分第一個計算 那麼成績部分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您自己決定說要不要開放同學可以閱讀他的成績 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們希望同學先看一下自己成績多少 我們要登入在那個學校的系統 這樣比較不會有一些就分 有時候可能是我們的錯了 就是看錯了 或者說是同學之間不了解他 他以為有家只是被推薦他不知道 那造成的一些誤會 所以我通常會在這個地方我會變更觀看的權限 就讓他可以看自己的成績這樣子 這樣就會比較勤 那一般我們應該不會所有人的成績都給他看 那講到這個部分我就想到 我們在這個管理的部分 老實其實可以做一下您的助教 您的助教可以從同學那邊去挑 他們有限定說一定是一個 您可以變兩個或三個都沒有關係 那助教他就會有一些權限 比如說老實可能沒有時間幫忙做 那個點名的 我們也可以請助教幫我們做點名 所以可能有些部分 他那個成績的部分 如果您不需要按助教看到成績 記得這個要勾跳 因為預測他看得到所有的 也等於他的權限這個部分跟老實是一樣的 不然他有些 看老實您覺得說有沒有需要把他關掉 就是在管理那邊 他現在有多做的這個權限 那這個部分其實都是今年 應該算今年加進來的 今年加進來的功能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 老實的成績有時候並不是用這種作為的方式 你可能要可以手段直接輸入那個成績 不定說他一定要交一個作為上來 不定你也可以用手段的輸入 手段輸入也是可以的 那這裡呢就有一個方式叫做新增成績欄位 那這個新增成績欄位的部分 如果說老師你可能有些同學就是 分數要是不夠 可能要加分 什麼班級要加分的 你可以自己新增一個欄位來做 那我平常會用的主要都是把平常成績的部分加進來 因為我上課原則上會直接在電腦上上 所以我會比較重視他們使用這個數位學習平台的情形 那麼我們在新增成績欄位的時候 如果你有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你們會看到同學所有數位學習平台使用情形 包括他看了哪些文章 按了多久時間 登錄了次數多久 我們都看得到 那這樣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就是當作老師做一個評量 您看在這邊 有一家屏從這邊 我做新增成績欄位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了 已經有一個 這裡平常成績了 有一個平常成績 我找我以前的 給老師看一下 像我們以前為什麼說數位學習平台好用的地方 就在歷年課程我們都可以找得到 那老師以前的資料都還在 所以就還蠻方便的 那譬如說我們在這邊 這個 重積 這邊就比較多 他們說12個 這裡 這裡有一個評支成績 那因為我有過那個線上參與 所以這邊就看得到 那如果你要看這個 內容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 點一下上面這個欄位就好了 平常成績欄位把它點一下 好那您可以看到 每個同學 比如說這個同學 他有參與討論的次數 他有閱讀過的哪些文章 然後呢 他閱讀的次數 閱讀的時間 這邊都看得到 那這個老師覺得一個一個同學這樣看比較麻煩 其實他上面這邊 現在已經有統計 來統計 你評分的時候是老師一樣 還是來這邊評分 一個一個評 但是 重點是有時候我們要看的是統計 整個單級的 整個單級的統計 我們就來這邊看一下 你看他 有參與的討論次數 閱讀的時間 分組之後有沒有加 教幾個 有沒有參加測驗 這裡都看得到 不過這裡老師要輸一下 他現在有一個小Bug 我跟在談論區上就是留言 但是他沒有改 就是那個分組 就是一個佼佼的情形 他的統計這裡是錯的 這裡是錯的 所以在這邊 我有 所以如果老師您有就是在使用上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在這邊反應他們大部分就是還蠻快就會處理的 就是這個統計的數字 我們要看到這個統計數字 中指這位 明明他有交但是這裡沒有 但是沒有交的反而這裡有 就是目前這個欄位 其他事都正確 但是這個欄位目前是有錯 還沒有修正好 所以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要誤會同學 好 那大致上是在這邊 所以老師從這個地方就是沒有核選的 那算我們再看 就相對成績上的評定 可能那個標準就會比較 比較容易建立起來 同學可以看 所以像我自己在這邊的時候 我也比較好通知同學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這個學期的 進來的 那同學 哪些人成績計算裡面 我就會告訴他 學習次數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看 比如說學習平常 有些人竟然分路不滿十次的 都已經上完一半了 還沒有十次 或閱讀的時間不滿一個小時 這就有點誇張了 已經來九次了 但是 但是都還沒有進來看 那時候我就會先公告一下 會先公告一下 就有這樣的情形 他就等於說先提醒他 但他應該也會比較OK一點 所以像成績的部分 我也都會像這樣去提醒同學 你成績可以先去這邊去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問題 就可以先反應 那 大致上就是在成績的部分 可能老師原則上比較會用到是這些 那如果你的成績欄會比較多的話 大概就會像我剛剛一樣 有最後一個12個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測驗 那就會比較多 可能畫面會比較